現在我們要來看的就是 剛剛做的這個Animize 他怎麼樣來跟我們OBS做結合 事實上我們早上不是有用過一個AI去備嗎? 大家有印象對不對? 純能PNG 請問影片可不可以做透明的? 影片可以做透明啊 真的 只是呢 一般來講影片要做透明 目前有兩種格式 一個是AVI 一個是MOV 就虧探目力 那如果呢 你影片本身就有這種背景呢 當然他就不會去備 他就不會去備 所以我現在單純一點 我把這個拿掉 好刪除他 那我也把我的背景 就是現在這個場景的背景在下面 我會把它丟掉 這裡 丟不掉算了 我直接開一個新的 完全空白的 這裡我刪掉 好 這樣我是完全空白的 那現在呢 剛剛沒有刪嗎? 是 好 現在呢 我就找一個角色出來囉 那你要怎麼出現隨便你 好 所以我先找一個 好 找這位 這樣 那你要講什麼字 隨便你 好 那我們就幫他加上這個 出場的 看你要 剛剛大家都很喜歡那個手拿進來的對不對 你也可以用移動的有沒有從哪邊跑進來 這個從上面掉下來 這樣也可以 好 你看 先看一下 他的感覺 有沒有 這樣掉下來 OK 拉長一點 我把它再拉長一點 現在我就單純 我這只有兩秒鐘 我可能要 稍微 看一下 這樣進來 然後加一個 RuneIn 好的 我加一個 RuneIn 點到他 好 靠近一點 拉過來 OK 這樣我的動畫大概接近五秒鐘了 接近五秒鐘 那我就把它輸出囉 做的方法都一樣 但是我不需要背景 因為我要讓他變透明 讓他變透明 所以我就來發布 直接變視訊 下一步 重點來了 在這邊我們剛剛講過 有兩種格式 可以變什麼 影片透明的 保留他的透明度 但是很抱歉 在Animai這個軟體裡面 只有MOV可以保留 AVI不行 可是不行 不是這個格式不行 是這個軟體不行 所以我就選擇 MOV這個格式 好 OK 現在呢 我一樣放桌面 我把它取代掉 發布 等一下 忘記一件事情 還有一個 在這裡 要深層透明通道視頻 這裡要勾起來 你只有MOV有這個懸項 只有MOV有這個懸項 所以把它勾起來 那另外呢 如果老師覺得 他運動的時候 需要一點模糊的 動態模糊 在這邊 你如果有需要 你可以把它勾起來 好那我這邊 我就先不用 就按發布 OK 把它 拿取代掉 好 等他做完了 怎麼進OBS 丟進去就好 就一樣 重點就是在輸出這邊 那我先 看一下 我們的目錄所在地 好在這裡 按著他 丟丟丟 這是MOV的 我丟到這邊 丟進來 請問有沒有透明的 這樣可以嗎 這樣終於把上午跟下午串起來了 講了那麼久 終於串在一起了 好 OK 好 所以 這樣子 您就可以 輕鬆的把 OBS 跟NMiles 做的就整合在一起 因為 我們在這邊就有適合的背景了嘛 對不對 你就不需要說 在剛剛那邊做那麼多複雜的這些背景進來